嗨,大家好,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葡萄酒香的最著名的一个酒庄,叫做Robert Mandavi Robert Mandavi他1966年的时候来到了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原来的名字叫Kellum,现在名字叫Kellum葡萄园 那么这个Kellum葡萄园他来到这以后,他站在这个葡萄园里 他闻到了,他说他闻到了这个土的芬芳,芬香,然后呢,他感觉到这个空气当中的湿润 所以说呢,他就产生了一种冲动,那种冲动呢,就是要世界上最著名的葡萄酒 一种神秘的葡萄酒,而且他说呢,一个好的葡萄酒呢,要反映出他的这个土壤的这种芬芳和这个湿润 所以说,这就是他的冲动,他来到这个地方以后,然后就建立了这么一个葡萄酒酒庄 那么他的葡萄酒的品牌的名字叫Robert Mandavi 是他自己的名字 就是他自己的名字 那么他非常的神秘 然后呢,他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研究团队 还有研究所在U.C. Davis那地方有他自己的研究所 来研究这葡萄和葡萄酒 所以说呢,在这个酒庄里面呢,他有他的工厂 然后怎么去酿酒的过程都在这个地方做 那么还有一点的就是说,他的这个酒呢,我并不是说我所有的葡萄酒都是这一个地方的葡萄酒 而是他是有取好几个地方的葡萄,然后把这个酿酒再去做葡萄酒 所以说,他不是光用他自己的酒庄呢 不完全是这个开笼葡萄园的葡萄酒 不完全是这个地方 所以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把它综合起来,然后做出来的葡萄酒呢 所以说他的葡萄酒呢,是非常神秘的,很棒的香 而且他在这个Nata Valley里边好像是最先创理这种让顾客 就是让这些参观的visitor来尝酒 然后呢,有tour,然后带着大家去看这些酒是怎么造成的,酿酒的过程 而且呢,他的这个tour好像每一个小时一次 然后呢,不需要预先订约25块钱一个人 那是25块钱,就是说不能到车间里边去 那么花45块钱你可以到车间里边 可以到葡萄园里边去 然后他们可以亲自给你讲这些生产的过程 并且可以到一个专门的品酒屋里边去 他给你讲这个品酒的过程 怎么品品酒的这些,可以品三种不同的酒 然后呢,就是说,Robert他的理念是 因为我们大家品葡萄酒的时候 挺好的,我闻到这个,我都香了 但我们只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level的一个对于这个葡萄酒的评价 实际上,Robert他比例我,他比例我这个酒啊 能闻出,他这个土壤的芬芳和这个湿度 那就非常水平高了 所以说他的酒就有这个特点 对,那边那个大的雕像是那个可能应该是Robert Mondavi的头像 就是Robert Mondavi的头像吧 他的上面写着 It is only the beginning It is only the beginning Robert Mondavi 名是卡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这种 这种 journey 刚刚的开始 就是说我们的这种 这种征途 刚刚起步 Robert Mondavi呢 他是一个在葡萄酒行业 是一个教父级的人物 就是说他对推广这个葡萄酒的多样化 这方面起了巨大的领导的作用 他是一个意大利的人的后裔 他很早1940年的时候 他和加入他父亲和兄弟一起开了这种葡萄酒行业 后来他1965年他来到了这一块地方 来到了Napa 决定全家搬到这儿来 开创了这么一个 他的这个Robert Mondavi的这么一个酒庄 他们家的大后院 品酒家吃饭的地方 品酒家吃饭的地方 就是进去参观葡萄的生长过程 还有葡萄酒的酿造过程 有讲解员给我们讲 然后呢 之后又会有到这个品酒室去品酒 那个讲解员说呢 他的这个葡萄和葡萄之间距离都很大 那就是又可以让机器呢 就是进到里边去 一个呢 是把那些掉下来的东西呢 把它清除掉 而且呢 他可以用机器来摘葡萄 对 我们想以前觉得 都是人摘 对对 他说现在就说机器可以去摘这些葡萄的 这个讲解员呢 在介绍这个葡萄它的这个生长过程 这个讲解员呢 对 对 对 所以我认识这些葡萄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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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这个长廊 就开始进入他们的这个酿造车间了 对 这个酿造车间了 对 对 按钮 是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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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 这些酒 是 我們現在到了它的發酵的地方 這個是發酵的車間 你能聞到有酵母的味道 然後這裡面有56個大的木桶 這個大木桶裡邊都是裝的外面 這個大木桶可真大,好高好高 這個木桶叫做法國Oak French Oak是法國的這種象徵 French Oak是松鼠,法國松鼠做的這個大桶 你看這個大桶高啊,發酵桶 都是這麼大的大桶 其實這個剛才從那個大桶裡粉吸完以後 然後發酵45天以後 然後他們再把它放在這個木桶裡 然後在這兒弄十個月 八到十個月 八到十個月之間 主要是讓它繼續發酵 然後有那個Oak的味 對,對,出來 然後呢,這個木桶呢 這個木桶的所有的木頭都是從法國來的 這個木桶呢,用了四次以後就不能再用了 就不行了,就沒有味兒了 就是重新再從法國再進口這個木桶 這個木桶 樹像就是遠遠的地方有一個樹像 這是一個宗教的一個人 就是宗教的叫做Francis Saint 他是個聖人 所以說他也有點就是讓他們保佑這些 酒發酵順利成功 對,保佑這個酒 剛從那個地方八到十個月以後 然後這是Stage 2 然後再木桶到這裡來 再繼續發酵 對,繼續發酵到第二個Stage 2 那麼顯然就是說 這個酒呢 那裡的酒也可以賣這個地方 但是那個味道更好一些 對 這個Mondavi好像他活的時間可長了 他活了95歲 然後他的外父也活了91歲 好像他的爸爸第一代造酒的活了101歲 所以說好像他家人都活得很長壽 可能是不是跟喝葡萄酒有關 還是這個瓶酒的地方開始瓶酒 我們現在開始都坐在這個地方 各就各位準備著瓶酒 給我們一個小冊子 然後給我們每個人面前有三瓶酒 可以三個酒杯 然後一點點的一個一個的開始瓶 他們都很興奮 他們都很興奮 他們都很有講究 像在這兒的地方 對嗎 那是一個小冊子 所以如果你抹起 你抹起,你抹起,你抹起 你抹起,你抹起 然後你抹起,你抹起 然後你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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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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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抹起 所以應該也是在哪兒的 抹起 所以有最好吃的 然後你抹起 層的抹起 臉 好 你抹起 抹起 你抹起 所以 你抹起 我 然後 看看它一定要晃一晃,晃一晃以后让这个杯子充满了这个香气。 还有呢,就是说它那个先拿起杯子来这样晃一晃,然后让整个酒杯都挂满了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味道。 然后呢,你用鼻子这样闻一闻,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你喝到酒里以后,第一口你要首先就是放到嘴里边这样,就像树嘴一样这样子,咕咚一下,然后呢,让那个酒的味道在你的满口里边都这样子充分的展示出来,然后呢,再慢慢的小口小口的去品尝它。 那么在品酒的过程当中,他用手伸在这个瓶子后边的一个洞里边,然后就给我们这个倒酒。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瓶子后边有个洞,是不是就是为了倒酒用的? 他说不是,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是因为酒厂的人为了少装酒,因为那个酒的价格都不降,所以说他要想着有什么东西都贵了,所以说为了保持same价格,然后他就把你它的洞挖得越来越深,装的酒越来越少。 那答案是什么?我们放到这个视频里边最后来回答。 要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什么?他把这个瓶子挖进去以后,就是厚度增加,然后呢,瓶子就不容易破。 再一个呢,就像他展示的这样子,因为我把手伸到里边这样倒酒就比较方便。 因为是因为如果你做这个,它是厚度不合好。 好。 再一个增加, bajo加 定量。 这东西就在去跟水面上有关,这就有关系和风格的服务的酒。 我说这来意味道是谁? 你怎么会诬明什么? 所以,这应该是,如果是拉加粉的皮色,它将会来输入。 但是,它是很灰陈,有更大红色,还会变更多色。 这里讲解研也讲授了一种知道酒的酒劲品质的方法 你拿着这个酒杯然后在白的纸上晃 然后晃的光度的不同显示出酒的质量不一样 如果说颜色非常浅的话 就说明酒劲很小 如果声色越深就说明这个葡萄酒的皮就越多 然后酒的劲就越大 这间屋子是他们展示酒的展厅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里买酒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你参观他们的酒庄直接在这买酒 有时候就能得到一些便宜的价格 优惠价格 一千五百块 一千五百块 这个80块 这个代曼大威酒庄参观的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 这个代曼大威酒庄参观的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 同时呢 我们也非常的赞参 Roberts Mandawi在50多岁才开创了这么一个事业 而且做得这么成功 所以让我们感到就是在机会在人人面前都是平等的 不论你开始 起步多晚都能大器完成 对 也都有成功的可能 对 加油吧 加油 OK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